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圣灵主日 圣灵主日是特别纪念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向门徒显现40天以后升天 然后10天以后圣灵降临的主日 我们对这一个节日我们不是很熟 因为我们对圣灵不熟 这几年我们越发的发现 我们对圣灵不熟 影响我们认识耶稣 影响我们认识上帝 影响我们认识神的话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有一段的时间 我们除了要分享主耶稣亲口说 到底圣灵是谁 而不是圣灵是什么 圣灵是谁 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祂 几年前我一连三个主日 讲到有关圣灵的身份跟角色 那今年的圣灵降临日 圣灵降临节 同工们要我再一次的 把圣灵很清楚的跟各位分享 我想过去很多的时候 我们对圣灵真的不太认识 我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并不准确 我们其实不一定对真理的圣灵不太认识 其实应该讲我们跟真理的圣灵没有来往 当我们讲认识的时候 是把它当成一个课题 把它当成一个东西 当然我们也比如说认识人 可是当我们讲到交往的时候 你就不能跟一个课题交往 你就不能跟一个东西交往 你就不能跟一个议题交往 你只能跟人交往 或者有位格的 你顶多是跟动物交往 你顶多这样讲 可是当我们讲认识的时候 可能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就不是那么准确 因为认识的课题 可以有很多种 可是交往的对象 必须被限制 所以如果说我们对圣灵有什么认识 我觉得还不够把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 或者他的身份表明出来 身份一定是指这一个人有位格 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 圣灵是一位神 前几年我一年三个主日讲到这件事情 那现在我要把它浓缩 很准确的一次把它讲清楚 盼望在差不多三十几分钟 顶多不超过四十分钟的时间 我希望把这一件事情交通清楚 然后我们有一点时间来祷告 那讲到圣灵 我们喜欢讲圣灵的工作 我们喜欢讲圣灵的充满 我们喜欢讲圣灵的充满 我们喜欢讲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 但是其实这一些都是 对不起我这样说是知为末节 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灵是谁 如果我们对圣灵的角色没搞清楚 如果我们对圣灵的位分没有搞清楚 如果我们对圣灵的身份没有搞清楚 当我们讲他的工作 当我们讲他的充满 当我们讲他所结的果子 当我们讲他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当成不是神来处理 不是神来处理 其实圣灵就是神 其实圣灵就是神 如果这一点我们没有弄清楚 我们就会让他跟耶稣的这个位分越拉越远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花时间 再来讲圣灵的角色跟身份呢 是因为圣灵是三一神当中 我们最不认识的 圣灵是三一神当中 我们最不认识的 我们最不认识的 那如果你看中世纪到现在的话 画耶和华神是很容易画的 他跟摩西的交往 他跟大卫王 那你看古代的画 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对于耶稣 对于天父的画像没有问题 那你可以不同意他画的这个样子 你说无想上帝不是长的这个样子 没有问题 对于耶稣也是 耶稣的画像 耶稣的雕像 耶稣什么东西 我们不管 那有一个像我们也了解 唯独圣灵 如果你去查 如果你去看圖画 你就发觉圣灵很难画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 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 那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我们不认识他 我们不认识他 圣父耶和华 常常向人讲话 我想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读旧约 我们就发现 耶和华是很容易被我们 注意听哦 思想出来的 很容易思想出来 把他想象出来 想象出来 说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 因为耶和华是会让亚当夏娃说话嘛 那你就看到有一幅图画 耶和华神把亚当夏娃赶出去的时候 耶和华神有一个样子 就把亚当夏娃赶出去了 虽然这是人想象的 但是我们对于耶和华神是一位神 是一个像人一样的神 我们没有疑问 耶和华神是亚伯拉罕的朋友 既然是朋友 肯定是一个人 当然狗也可以做朋友 但是耶和华神他是有位格的 他是有位格的 耶和华神把摩西当上的西乃山 一字一句的把实戒给他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犹太人对神的敬畏的时候 耶和华神有一个样子 是我们很清楚的 他们都知道 耶和华神不是一个能力 耶和华神不是一个能力 耶和华是一位神 圣子耶稣也不用说了 我们更容易认识他 因为四福音把耶稣基督描写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几乎可以把它画出来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很容易认识他 明白他的身份跟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人跟他面对面 他与十二使徒讲话 他有时候跟几百个跟上千的人在一起 他一次用五饼二鱼 让五千个男丁加上父女孩子一次吃饱 还剩下许多的食物 耶稣参加加南婚宴 真的有人喝到耶稣把水变成了酒 所以耶稣是一个真实活着的一位神子 当然人子大家都没有怀疑 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人怀疑 所有基督徒不会怀疑 耶稣曾经来到我们当中是一个人的样子 但是他是神 这个问题不大 我们问题不大 甚至有一次他跟他在医治那十二年邪漏妇人的时候 有门徒跟他说 说夫子我们都挤着你啊挤着你 所以耶稣是可以被挤的 耶稣是可以被靠的 耶稣是可以被摸的 所以约翰一书那边说 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 所以耶稣是实在存在的一个个体 他是有位格的 他是神子 他是人子 他会生气 他会动怒 他会受苦 当他受苦的时候 他会流眼泪 他真的被钉在石架上面了 虽然钉在石架上面的图画 每一个耶稣长得不一样 但是我们从来不怀疑这件事情 有谁怀疑耶稣基督是神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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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耶和华是神 我们大概问题不大 但是提到圣灵对我们而言就比较模糊 没有人会认识 没有人会认为耶稣只是有能力 没有人会这样认为 但是绝大多数的基督徒 必须这样说 我们在没有受过正确的教导以前 我们以为圣灵是一个能力 圣灵是耶稣的替代品 其实不是 他是神 他就是神 他是那位神 可是在中世纪到现在的图画当中 没有人可以把圣灵画出来 画的像鸽子 对不对 画的像火 画的像这个 大概最标准的画法是 一个婴孩 有两个翅膀 你知道画那一个 不是画天使 也有天使长的那样子 可是更多时候画那个 代表圣灵 如果你研究古代的话 古代的话 所以圣灵是很难被表达的 因为很难被表达 我们会有误解 我们会模糊 即使是很老练的基督徒 也不熟悉 而不知道更多 怎么样跟他交往或经历 经历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今天交往跟经历 最主要对象是谁 是圣灵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害怕 是圣灵 是圣灵 耶稣亲口说的 我们把圣灵的位格降低了 所以我们就害怕这件事情 那今天我们要从 约翰福音第14到16章 来看到耶稣基督口中所说的 圣灵的身份和角色 圣灵的身份和角色 那到底圣灵做什么事呢 圣灵做什么事呢 圣灵是要来做事的 好像耶稣要做事一样 好像天父做事一样 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 我也做事 事实上圣灵来干什么呢 他来接续耶稣做事的 做什么事呢 做什么事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来是要接续耶稣完成天父的旨意 天父对人类有一个整体的计划 对于整个的人有一个计划 那么耶稣来完成一部分 什么部分呢 赦免 救赎 他钉在十字架上面 以后他就回到父那里去 以后圣灵来继续完成耶稣的工作 这不是说耶稣失败完全没有这件事情 有的人误会了 没有 那他们的分工就是这样 他们的分工就是这样子 天父 耶稣圣子 然后圣灵来完成天父的旨意 圣灵是三一神中的一位 如果我们心中还对于圣父觉得比较伟大 圣子在耶稣的下面 圣灵在耶稣的圣子在天父的下面 然后圣灵又比耶稣小一层 我们完全不认识这位三一神 难怪今天有很多的基督教的信仰走到极端 甚至到异端里面去 认为耶稣比天父小 圣灵比耶稣小 没有 没有这一回事情 圣灵与圣父圣子同荣同尊 我曾经听过说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圣灵 谁说的 谁说的 圣经看不出来 我告诉各位圣灵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向圣灵祷告 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了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跟耶稣基督祷告理论上也有点怪 对不对 听得懂吗 清光我跟你祷告是奉你的名 这什么意思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这件事情 我们以为耶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不是 我不是说耶稣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我们信仰的中心是圣父圣子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 因为圣父我们很清楚知道 所以我们敬拜起来没有问题 因为他像亚伯拉罕显现 他做大卫的王 他在大卫面对哥利亚说 他曾经施展他的霸能 所以我们都很清楚 可是我们对圣灵不了解 可是事实上在主后三百八十一年 所有的基督信仰共信 包括天主教 基督教 东正教 都共信的尼西亚信经 就已经确定了父子圣灵 同受敬拜 同受尊荣 我曾经也听过说我们不敬拜圣灵 谁说的 三百八十一年主后就确定这件事情了 他们同受敬拜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点点时间让你敬拜 我们讲敬拜神我们没有问题 敬拜全能的神一讲我们就会唱 敬拜耶稣我们问题也不大 敬拜圣灵我们很害怕 那是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把圣灵当成能力 所以我们不敢敬拜圣灵 圣灵根本不是能力 圣灵跟圣父圣子是一样的 那这件事情是谁说的呢 这件事情是马丁路德 是我们改教 我们的改教先锋最悲重的亚他拿修 在他的信经里面 清楚的把父子圣灵说明清楚 早就确定这件事情了 在主前 主后一百多 主后五百多人就确定这件事情了 从文字上来明白三一神 你知道文字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因为它有一个形式 它有一个实质 你必须用文字把它确定 可是文字一确定就限制了这个实质 对吗 因为文字一被解读 这个实质就被确定了 可是实质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被文字表达的 可是你不用文字表达也不行 可是文字一表达又限制了实质 然后我们太看重那个文字 以后那个实质就会渐渐失去 可是无论如何文字仍然是一个确定的方法之一 那我们来看 亚当拿修信经怎么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父一位子一位圣灵也是一位 他特别用一位 一位是表示他是有位格的 他说父如何子如何圣灵也如何 他说父不受造子不受造 圣灵也不是受造的 这个早在五百五百年 主后五百年就已经确定了东西 他说父是无限子是无限 圣灵也是无限 我们为什么拜父的时候呢 我们敬拜他 拜子的时候我们敬拜他 我们不敬拜圣灵呢 他也是无限的 他就是神 他说父永恒子永恒 圣灵也是永恒 圣灵也是永恒 所以在基督信仰里面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 可以是非常清楚的区别出来 但确实因为 因为这个缘故 那我们必须从圣经里面 这一个神所启示 确定不再改变给我们的圣经 特别是引用耶稣基督的话 来看到底圣灵来做什么事呢 甚至做什么事呢 就如同耶稣来做什么事呢 耶稣来做什么事 谁来决定呢 旧约就告诉我们耶稣做什么事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就说 旧约指的我所有的事情都要应验 因为我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确定圣灵呢 就是耶稣说的话嘛 耶稣怎么说就确定了圣灵 就如同众先知 怎么说耶稣 他就是照着众先知所说的神的启示 就耶稣来了 今天耶稣要走以前交代清楚 谁再往后继续接续我的工作呢 在约翰福音第14章到第16章 这里讲到很重要的圣灵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这里提到耶稣的话 提到圣灵来 这叫接续耶稣完成神旨意的 所以他不是一个能力 他乃是神 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 那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在一开始 我就要把它确定 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 对吗 其实这句话 我们有时候不小心会误会 其实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后面有一个字是没有写下来的 神 凡事都能行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神 凡事都能行 如果你把它说讲句子 就是靠着那 神 我凡事都能行 对吧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 凡事都能行 所以如果把那个加给我力量 只是形容神嘛 所以是靠着什么 神我凡事都能行 可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念成 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行 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行 不一定要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在庙里面也有 对不对 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行 也不一定要在宗教里面 在政治里面也可以 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行 在家里也可以 爸爸打儿子 对吧 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 我们凡事都能做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有个误会 我们以为 耶稣走了 都剩下能力 所以我们把圣灵当成一个能力 圣灵不是一个能力 圣灵是一位 圣灵是一位 因为这个缘故 从耶稣的言论里面 我们看到圣灵来三件事 第一 圣灵要永远与人同在 请你写下来 我最喜欢这件事情的 圣灵来要永远与人同在 圣灵来要永远与人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请问你 耶稣华神最想做什么事 与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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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神做所有的事情 安排所有的事情 就是要与人同在 神想要与亚当夏娃同在 可惜亚当夏娃不是很好 神要与亚布拉罕同在 亚布拉罕不是很听话 神要与大卫同在 可是大卫会失去神的同在 神要与摩西同在 神要与以色列人同在 神最想做事情就是与人同在 神最想做事情就是与人同在 请问耶稣基督来做什么 要与人同在 他与门徒同在 因为这个缘故 到了约翰福音14章的时候 他们就有点紧张 门徒有点紧张 因为耶稣说他要走了 这些门徒搞不太清楚 主耶稣为什么要走 好好的为什么要走 我们又没有让你张心 你为什么要走 然后耶稣讲了赶钉截铁的 说我要走 他们就害怕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因为耶稣准备去钉十字架 这些门徒也搞不清楚 钉十字架什么意思 然后说我去了还要再来 又什么意思 他们就很害怕的时候 耶稣对他们讲了一段话 我们来读约翰福音 第14章16到20节 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段话是耶稣要走的时候 门徒很害怕 以后主耶稣就在离开门徒之前 给他们一个最大的礼物 就是我如果去了 他就来 答应他们会有一位保会师来 永远与门徒同在 这里说16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会师 请注意是一位保会师 叫他怎么样 永远与你们同在 所以与我们同在的不是能力 与我们同在的不是知识 与我们同在的是因为神 他说永远与我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确认是他 因为他 常与你们同在 他是谁啊 就是神呢 他常与你们同在 他其实就是我 耶稣说 就是神 他常与你们同在 你们习惯他的 你们知道他的 你们认识他的 他说他永远与门徒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问那个永远到今天 成就在谁身上 你们都这么小生 难怪你 我看你不在认识他 请问那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们是谁啊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就是我 就是我 我请问你圣灵现在住在哪里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弟兄姐妹现在住在我们里面的 如果我们要讲理论 然后讲理论 讲理论 其实他们三二一一二三 是搞不太清楚的了 没关系 那这种理论要讲一下嘛 天父现在在天上 对不对 耶稣在哪里 坐在他的右边 坐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 是圣灵 是圣灵 你可以模模糊糊的说神在我里面 你可以明明说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这都没有问题的 可是今天准确来说 住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 是圣灵 是圣灵 弟兄姐妹 跟他交往很容易 这几年我花很多的时间做这件事情 就是跟他交往 我一旦发现他原来我误会了 我以为他是个能力 那能力是什么呢 我不需要的时候就不需要嘛 我需要的时候才需要嘛 对吗 同意不同意 我不需要能力的时候 我怎么会需要能力呢 我需要能力的时候我才我才需要嘛 所以他如果是一个能力 那我有时候需要他 有时候不需要他嘛 我自己会走路 我为什么需要他呢 我自己会做事 我怎么需要他呢 只有我没有能力的时候我才找他嘛 可是他如果是一位神 那就不一样 那一位神是哪来交往的 弟兄姐妹 那如果你跟他交往 你就会发觉非常的奇妙 从去年的12月25号 我到今天已经大半年过去了 我跟各位说明 我跟各位报告这件事情 我自己立志在神的面前跟他交往 跟谁交往 跟圣灵交往 我非常感恩的事情 这半年来 我对圣灵有更多的交往 有时候跟他 我昨天回去跟我太太说 我吓到了 就过去这一个礼拜 我被神吓了好几次 被圣灵吓了好几次 吓了好几次 我太太说你应该很感恩的 不是吓到 我告诉你会吓到的 就是他是这么活的神 他是这么真的神 比我们面对面讲话还准确还清楚 我礼拜一的时候要出去服饰 要出去服饰 我就因为那个服饰 不需要穿西装打领带的 我就会很高兴 我就穿了我一件卡其裤出去 我出去的时候 因为那卡其裤上面 本来就别 本来就有一个皮带戴在上面 我就把那个裤子穿了我就走 出去的时候 穿的时候我就会发现 那个皮带有一点点会要断掉的感觉 其实我听到这个话 请你不要送我皮带好不好 我也没有任何的暗示的意思 请你不要误会 我只是正好有一条皮带快要断掉 我就戴出去 可是我又要出去好几天 我就想说糟糕 我说怎么这样 带了一个快断掉的皮带去 怎么办 我就出去了 那我就到那边去服饰他们 去服饰他们 有四五天的时间 第二天我进到我房间 他们在整理过房间 然后我进到我的房间的时候 有一个带子在那边 我打开来就是一条皮带 拿出来我以为拿到蛇 你听得懂吗 吓死我了 我怕我的皮带断掉 神说我帮你预备 你要不要吓死 为什么没有人送我衣服 因为衣服够 为什么没有送我裤子 裤子够 你知道那种感觉 你会害怕 我们的神是这样子活着的神 那是为我们可以交往的 我们可以跟他讲话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在这边提到的圣灵 是因为耶稣要回到父那里去了 他在完成救赎之后 就要坐在父神的右边 继续为我们祷告 他要继续求神保守我们 但是有另外一位 从神那里来的圣灵 就是三一神的第三位 要来与我们同在 所以他说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 这位圣灵要代表圣父圣子 与我们同在 而且是不间断的同在 当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个恩典 这位圣灵是要与我们交往的 是可以说话的 是可以说话的 十八节到二十节 我们有的众是以为是给我们的 其实不是 十八到二十节是给当时的门徒的 我们来看十八到二十节 十八到二十节 十八到二十节 十八到二十节是耶稣跟他们解释说 圣灵这一件事情还没有来以前 会发生什么事 十八节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的事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耶稣还没有受死 耶稣还没有叮死 这时候耶稣跟他们说 会有几天你们看不到我 当然 谁到坟墓里面看到耶稣了 他埋掉了怎么看 所以他的意思说 当你们觉得你们是孤儿的时候 你们不是孤儿 我没有撇下你们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他说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世人大部分都看不见耶稣了 因为耶稣死了复活了 只在门徒当中显现 虽然一时又给很多人看到 但是看到的人并不多 不像以前几千个人看到 最多也只有五百个人 他说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他告诉他们这些事情 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因为耶稣一直从死里复活了 到那日 圣灵有人来了以后 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我怎么在你们里面呢 耶稣说 借着圣灵在你们里面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我求主联名 听我们今天早上讲的这个圣灵的真理 让我们明白 让我们明白 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是圣灵 他说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他对门徒说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这是指着圣灵而言的 这是指着圣灵而言的 新开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 是圣灵 神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神一直有这个期望 耶稣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所以他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 以马内利嘛 以马内利就是什么 神与我们同在 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 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 神要与我们同在 透过他自己与那些众圣贤 先圣先贤以及众先知同在 到了耶稣的时候 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 因为他要与我们同在 到了圣灵 圣灵住在哪里了 快点比出来在哪里 在这里把它比出来 把它指出来在这里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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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那里 在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圣灵天天与我们同在 所以天部的旨意 被耶稣接续到圣灵完成的工作 已经完成 就是圣灵要怎么样 与我同在 与我同在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如果你一旦了解这件事情 你的生活完全改变 常常有人问我 李健你一个人坐飞机 孤单不孤单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孤单过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当我知道 他与我同在 他都在我里面说 你怎么会孤单呢 他说你太太不在 你会不会孤单 太太不在有某种程度的孤单 因为太太在这边 我不能不这样讲 可是我告诉你 我没有孤单 真的 如果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怎么孤单 因为有两位 一位那位 而且那位住在这里 又不离开 对不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神要怎么与我们同在吗 祂要住在我们里面 祂要住在我们里面 神与我们同在 现在已经成就 这件事已经成就 圣灵要永远与人同在 永远与人同在 我有时候读圣经不太明白 现在果然都明白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 但一里的三个朋友 丢到火窑里面 三个变成几个 所以很正常啊 所以我坐飞机 一个变成几个 多好啊 多好啊 圣灵来 这叫永远与人同在 这是耶稣说的 第二 圣灵将引导人明白真理 把它写下来 圣灵将引导人明白真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盼望从今天以后 你跟圣灵要交往 他不是一个研究的对象 他是一个交往的对象 他是一个活的神 他永远与我们同在的 第二 圣灵将引导人明白真理 引导人明白真理 引导人明白真理 约翰福音14章17节 主耶稣就把宝慧师的名字 说出来 说他叫做真理的圣灵 真理的圣灵 是要让我们对真理有认识 有了点 所以圣灵将引导人明白真理 所以我们以为 所以圣灵变成解释耶稣化的那一位 听得懂吗 那我问你 如果解释耶稣化语的那一位 就要比耶稣小吗 是不是 通常是这样子 有时候我去讲道 像上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主日在新加坡神学院讲道 在新加坡神学院讲道 他们毕业典礼 他们很仔细 他们一个月前就叫我把竹字稿送过去 我说有这么严重吗 毕业典礼讲道 你怕我讲异端吗 他说要给翻译看 我说翻译有什么好紧张的 中文翻译英文 如果程度不好 叫程度好的过来翻译 听得懂吗 怎么会叫我把竹字稿送去呢 后来说原来是新加坡政府要审稿 我说我到一个神学院毕业典去讲道 新加坡政府还要审稿啊 原来他们那里宗教太紧张 有马来西亚的人 有很多的宗教 所以他们为了要保证每一个宗教 都不会造成别的宗教的紧张 所以外来的讲员要审稿 审稿就审稿 我就把稿子送去 那前一天那个翻译的人就来跟我说 我就把我的奖章都送给他了 他说他要跟我见面 我就见面 我说没什么好见面的 对不对 那我奖章都给你了 他就说见面 他把我每一个句子都翻成英文 他说你要不要看看我翻译的 我说我上去又不会全部造这个稿念 你要反应得过来 你不能说我讲上一句 然后你才当场在那边想说怎么翻译 他说我已经翻译好了 我已经翻译好了 我不看你这个稿子的 我说你知道我讲的大纲 第一点是什么 第二点是什么 我全部用背的 他说我知道我知道 那就好了 他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他是翻译我是讲员嘛 对不对 所以讲走的时候都是我先走 他跟在后面 下来的时候我先下来 他跟在后面 所以我们认为翻译的 就搭不过那个讲员 这是我们觉得嘛 所以说他引导我们明白 所以我们就觉得圣灵小一点点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圣灵是神 因为我们没办法读懂耶稣的话 我们没办法读懂耶稣的话 谁来帮我们读懂 我告诉你就是圣灵 圣灵一感动我们就明白 几年前我到美国去服侍 服侍完了我就到一个地方去 有两三天的时间 见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 就跟他们在一起 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家庭 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出去的 那他是一个姐妹带了两个孩子 幼年的孩子就在那边 那我就除了跟这些人讲话之外 我就特别两个晚上 我都跟这个家庭在一起 因为他有两个孩子很幼小 那这个姐妹带了两个孩子 很有压力 我就陪他们在一起 那一天第二天晚上 他就跟我说 他就很认真的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他说很抱歉 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他说你愿意在地上 这么努力服侍 这么辛苦的服侍 甚至有时候被人家毫不起 甚至你服侍人家也不感激你 甚至被人家误会 吃力不讨好 你为了什么 你为了什么 你求的是什么 我马上就回答他 因为这个问题 我已经想了很多年了 我这十几年来 二十几年来服侍我 都是这样的 我说因为爱神 因为神给我太大的恩典 我觉得我这样子的人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活着 怎么可能服侍他 所以我感激神 我就服侍他 他拯救我 我要用一生用传道 祈祷来服侍他 所以我说我愿意这样做 他听完之后 他就说 李大老我再问 你不要生气 我真的不是针对你 只是我自己心里面的问题 他说 你真的看过天堂吗 你真的看过天堂吗 他说 你真的相信会有奖赏吗 他说 你有没有为了将来 要得神的奖赏而这样做 他说真的 我不是故意要找你的麻烦呢 他说 我只是想知道说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他说 我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就想努力的活下去 咬着牙 忍着一口气 将来要到神那里去 我要跟他领奖赏 他讲完之后 我认了一下 我认了一下 我真的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是我以前想的不明白 我就认了一下 我说你让我想想看 当我在那边想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的有圣灵反动我 我就回答他 我说 我没有看过天堂 我也不确定将来到永恒那里去 会有什么讲法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有一件事情 我知道的 就是我突然感受到 神这么爱我 其实是圣灵的工作嘛 神这么爱我 他的旨意是要我这样扶持他 我就这样做 而且当我这样回答的时候 我突然知道 这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他本来是自聚嘛 自聚嘛 突然就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 神是真理的圣灵 你知道那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当他再见的时候 他带着他两个孩子 牵着他两个孩子 走的时候 一直跟他再见 再见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在再见面 他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一走的时候 我除了为他感恩 为他祷告之外 我突然非常感谢上帝 非常感谢耶稣 非常感谢圣灵 因为我本来是要去安慰那个姐妹 我本来是要去鼓励那个姐妹 但是借着我服侍他的时候 神服侍我 他让我知道他这个活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是真理的圣灵 我们虽然不见他 却认识他 我们突然明白过来 弟兄姐妹 他第二个角色就是引导我们明白真理 你如果对真理不明白 如果你不了解神是怎么样的一位 如果你不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 你需要靠着圣灵 我再说靠着圣灵很麻烦 靠着圣灵又好像靠着一个东西 靠着一个力量 靠着一个不是跟圣灵交往 多跟他说话 他是我们最少说话的对象 是吧 可是他是确实永远与我们同在的 现在在我们当中的 我们最少跟他说话 多少时候我们大概是利用圣灵 对不起我这样讲 我不一定在讲你 因为你不仅跟圣灵不太来往 你跟圣父圣子也不太来往 所以我没有要跟你讲 我是常常跟圣父圣子来往 可是我发觉我不太跟圣灵来往 但是这几年我突然发现 我们可以认识神不是出于理智 不是出于意志 甚至不是出于情然 乃是真理圣灵的工作 他的第二种角色引导人明白真理 我们突然明白过来 我们突然明白过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包括认识耶稣 都是真理的圣灵做的 真理圣灵做的 前几天我们传福音给一个 我们教会的老弟兄 他的儿女在我们教会聚会 他的儿子媳妇在我们教会聚会 这爸爸妈妈没有信耶稣 那跟我们在一起也很熟了 那一天他的儿子打电话 给我们说要儿子媳妇 找我跟我太太 跟他的爸爸妈妈吃饭 我们就去吃饭了 吃饭了 你知道八十几岁了 蛮有知识的 而且有一套完整的思想架构 他的妈妈是帮自己功德会 收那个钱收了二十几年的 那天朝我们去 讲到要信耶稣的事 后来我们跟他讲了几句话 他从他里面出来的东西 我确定不是人来的 他讲不出那个东西出来 那个东西是从神来的 后来我就当然去带他信耶稣了 带他信耶稣之后 他高兴得不得了 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圣灵动工 没有人可以明白真理 没有人可以了解真理 因为这个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神要我们认识他 神要我们认识他 可是一个人要认识神 要明白真理 跟他的知识水准不一定有关系 跟他的认知能力也不一定有关系 跟他有没有理解能力也不一定有关系 但跟圣灵有绝对的关系 跟圣灵有绝对关系 因为只有透过圣灵我们才能够明白 因为他是引导人明白真理的那一位 相信耶稣基督 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随着年龄而成长的 不是 对神认识的增加不是随着年龄成长的 不是 信主年日久 不见了你就会对神有更多人认识 谁可以帮助我们更多认识神啊 圣灵只有圣灵 只有圣灵只有圣灵 是耶稣说的 他说你们现在不会明白的 只等他来了 都要引导你们明白我的话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他的话 除非圣灵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如果有圣灵 我们就会明白他的话 我们就会明白耶稣 我们就会认识耶稣 所以这位圣灵怎么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呢 这位圣灵怎么不是我们交往的对象呢 这位圣灵就是我们交往的对象 因为他明白我们进入真理 明白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第三 我简单讲 圣灵会继续拯救世人 请你写下来 其实圣灵来继续拯救世人 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了 这圣灵的感动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这边说的 这边说的 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来完成耶稣的工作是继续拯救世人 继续拯救世人 还来是为耶稣做见证的 换句话说圣灵来是让我们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 弟兄姐妹 除了圣灵的感动之外 我们 我 我们谁碰过耶稣啊 除了同时代同地区的人见过耶稣基督之外 没有人见过耶稣 可是我 我问啊 你对耶稣很有把握说祂是拯救我神的请举手 请放下 你真的相信有耶和华这一位神的请举手 那你以为你手怎么会举起来 是谁的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 祂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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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祂 那你手会这样举起来是祂 如果不是祂 你手不会举起来 因为这是神 你看我们怎么会相信一个犹太人呢 我问你 你怎么相信一个犹太人 你怎么相信一个2000年前的人 你有什么毛病啊 礼拜天你不休息 这么早来教会干什么 你以为来了上帝会给你什么好处啊 还是你习惯了来这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在圣灵的里面 我们突然发现祂是这样的一位 所以在这边讲得很清楚 他讲得很清楚 他在第七节 十六章第七节 是什么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你们有意的 耶稣说我离开你们 对你们有帮助 因为我不去 圣灵把握之就不来 我若去 祂就来 我们读第八节 我们要结束 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祂寄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换句话说 圣灵来了 我们才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 责备自己 那我不仔细解释这几句话 但是因为祂来 所以我们生命就改变 因为祂来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为罪自我忠心 为义就是耶稣 为审判就是十字架 我们自己责备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盼盼盼从今天开始 我们对圣灵有更多的来往 好不好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 我们用祷告来敬拜 来敬拜这一位真理的圣灵 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来唱两首的诗歌 你可以祷告 你可以唱诗 我们盼望来回应圣灵请你来 圣灵请你来